但是呢 你想想看 人的寿命究竟有多长 有一位老道人活到了160岁 他原籍三年之后呢 皮肤仍然完好如初 什么原因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 一般人的寿命在以前医疗科技不发达的时候呢 大约活到个六七十岁 就算是长寿了 而到了现在 医疗科技发达之下 平均一般人的寿命大约都在七八十岁 可是呢 如果有修道的人 他的生活命呢 是否会活得更久呢 有一位老道人 他活到了160岁 但是你想想看 活到160岁 这么长的寿命 他当然吃的方面有注意 生活方面也有特别留意 他才能活得这么长命 但是活完之后 原籍了 原籍完之后三年呢 他的弟子看见他的躯体仍然没有腐化 他的躯体仍然皮肤跟当时一样完好如初 而且呢 皮肤上面都仍然有弹性 造假养生的一个修炼的一个方法的法门 那他 因为他长年的这样子的一个修炼 他大概一百多岁的时候 其实经常跟当地人呢 分享很多养生修行的一个方法 后来慢慢的 年纪越大之后 有一天 他就跟他的弟子说 师父 即将要原籍 我应该差不多快要过世了 那你们呢 如果我过世之后 请你呢 帮我准备什么 准备一个大纲 等一下 他居然知道他自己什么时候要原籍 他什么时候要往生 他居然会先自己了知自己的生命 会到什么时候会到尽头 没有错 因为很多这样子的得到高僧 他其实自己是知道自己的寿命 知天命 那他就告诉他的弟子呢 就是说 你呢 先把煤渣呢 先用火炒过之后 煤渣 对 铺在缸的底下 然后当我过世之后呢 就把我的躯体呢 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上面呢 再用一个小缸 把它盖起来之后 缸口接缝处呢 用水泥把它密封 那这样子如果说我呢 三年后 我就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如果说发现了我的躯体呢 不是一个完好的躯体的话 那请你把我把它火化掉 如果你发现我躯体是都完整的话呢 那再告诉大家 于是 弟子听一听都说 哎呀 师父不会啦 你不会 你应该还可以再活很久 结果果然 这个吴庆宇老道的人呢 他大概讲完没有多久呢 他果然就原疾了 他原疾之后 他弟子呢 就 想说要帮他 就是把他放到他的缸里面 结果呢 很奇怪 他弟子 一扶他起来的时候发现 他整个身体是很柔软的 因为一般人过世之后 其实身体慢慢会僵硬起来 对 但根据佛家的说法 只有做到了四大接空 万元放下 他了却生死了 他就没有惊吓 他面对死亡很坦然 所以他身体很柔软 所以他们把身体抱起来的时候 他居然头还会歪到一边去 你说整个脖子还是很柔软的 对 是非常非常柔软的 那大家弟子就依照老道人的遗愿呢 就把他放在缸里面 把他封好 当然大家都很好奇说 三年后是不是就跟道人一样讲 底下铺了煤炭 那可以防潮 因为是火加热过的煤炭 但是水泥整个封起来 那缸里面完全就是一个 密封又干燥的状况了 没有错 但是当下很多弟子都觉得说 他师父是个得道的高僧 所以应该可以变成了肉僧成佛 对成精光不坏之僧 果然大家都很好奇三年过去 三年后大家就依照师父的愿望 就把这个缸打开 打开之后发现 哇 怎么跟三年前 师父过世的时候长得差不多 怎么可能 对 虽然说 三年过去了 对 三年过去了 可是他的皮肤非常完好 虽然说感觉上肌肉是萎缩 没有水分 可是皮肤还是负有弹性 身体一样很柔软 于是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大家就开始相传 你注意画面上 你可以看到 这缸打开了 对 这个画面就是他开缸之后 后来大家就照他遗愿 河南的安养林泉寺 就把他迎到那边去供奉 而且还帮他做了一个水晶官 画了20块人民币的水晶官 让大家能够去看这个老师傅 留下这个神机 而且去看这个老师傅神机 还要缴20块人民币的门票 还要缴门票 对 那大家非常非常的热门的一个景观 就是大家可以去朝圣 后来就有记者就去拍 拍到这个画面 就在画面一看 现在这个画面看起来 他的皮肤是比较幽黑 暗黑色 还有一些肌腱 还有一些黄色 然后因为他整个身体是 可能因为接触空气的关系 慢慢有一些质变 可是你看他的毛发 他的鬍子什么的 都保留非常非常的完整 毛发也没有脱落 对 可是这样新闻一爆出来之后 开始就有很多一些专家 就很好奇 想去研究 专家就去看 这个暗黑色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而且居然那个肉 还是会柔软 会弹性 你说肉还有皮肤还有弹性 对 感觉很像什么 感觉好像就是 医生会怀疑说 因为你尸体 泡过辅马林之后 其实会呈现这种 暗黑色的情况 不会腐烂 而且它还是会有弹性的 所以说大家会说 你人医师说 他这个躯体泡过辅马林吗 医生就怀疑说 你是不是泡过辅马林 而且他身体非常柔软到 他后面必须要靠两根铁支架 把他支架起来 把他维持这样一个盘坐的形态 然后这边穿着佛珠 所以而且人人说160岁 照今次纪录起来 人也没有活到160岁这么长 对 于是记者他们就去追查 照算因为如果说 当时他1998年过世 如果说是160岁的话 他应该出生在清朝的道光18年 当时这样子道光18年 你去查户籍 但是查不到的 所以到底他是 真的160岁还是假的呢 到现在还是一个名 吴道仁他过世了 他100多岁 但是原籍三年之后 皮肤仍然吹痰可破 他是修道成仙了吗 还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修道的人通常 他的寿命长之外 你如果到了西藏去 你会发现到喇嘛宗教里面呢 其实有更多的一些传奇在其中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 这些修道的道人 到了一个年纪 他往生的时候呢 其实会有更多的一些 神迹现象出现 如果用影像拍下来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 其中这些影像当中 就会说话了 社长 你有一些影像 可以呈现给大家看吧 对 这个在网络上 你还看不到的吧 那个西藏 我们知道西藏所有高僧的一些 尤其是密宗 尤其是密宗 他们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宗教现象 到现在科学也是没有办法解释 而且我们没讲的话 大家很多观众不知道 而且不相信 不相信 那所以我必须要我照片做证据 西藏高僧里面 有一个最神秘的一个现象 叫红化现象 红化红是那个彩虹的红 化学的化 红化现象 红化现象是指什么东西 我先给各位看这一张图 这张是那个西藏高僧 他在延级之后 各位可以看 他延级之后 在这个小神刊里面 他这个高僧 就是说你得到高僧 你练到一定程度了 你在延级的以后 你身体会噼里啪啦噼里啪 我们中国人讲说 为什么乙化灯仙 你会像 那个你在延级的地方 那个天空会出现 或者说屋子里面 你说在他的周遭 对会有红光白光光影 会有光影 然后你的身体 他的身体就在那个光影里面 噼噼啪啪慢慢缩小 慢慢缩小 然后就延级了 你知道缩小到什么程度 我们一个人大概 平均大概算160好了 160几公分 他缩小到差不多30几公分 这个就是 这其中保存下来的 在那个延级以后 放在那个寺庙里面呢 你是说那个光影 会逐渐的在缩小 对对 所以上面你看 这个大概30几公分 有的大概50几公分 你等于缩小了三倍 而且他身体在缩小以后 他会变硬 骨骼变很硬 你敲他的时候 像金属声音一样 变硬 那这是其中所谓 得到高深里面的一种 中等修为的 还有一个更高等修为 你更没办法想象 高等修为的是 当他的黄化现象产生的时候 他的身体 他根本不会留下 这个什么30几公分 变缩小的一个身体 他就整个变成彩虹一样 光影不见 不见了 不可思议 我们讲不可思议 光影就这样子消散掉了 对对 那这个在唐草文成公主 当时驾到西藏 那个土安 那个松战干部的时代 一直到现在的文献记录 大概这种案例 这种高深 黄化现象的 有一百多案 一百多例 那因为以前没有照片 以前时代没有照相机 现在有了 就开始记录下来 我给各位看看这张 这张这个人 叫伊西加说 伦波切 他是活活的一个级数 他当时演技的时候 拍下了一个照片 变成这种光影 你看他身体已经慢慢对 不见了 怎么会变成光影 这是第一张照片给各位看 有图有真相 第二个这个 这个是阿瑟亚终波切 你看他的那种光影 他当时像 你看这个整个眼球 像一道光 中间有一道光 对 那个光还一个人坐在那边 那个影像还在 慢慢慢慢他整个变成这样子 不见了 所以光影就会渐渐的消失掉 对 那这个还有一个更神奇 也是最近的2006 2006有一个他们人波切 叫阿中白罗 阿中白罗 这个人到香港去弘扬活华 弘扬活华 他有一个地址 有名有姓 你们可以查 海南航空的总经理 姓王 王总 在2006接到阿中白罗 这个人波切的一通电话 说你赶过来香港 我有事要见你 结果这个海南航空的 这个王总就过去了 过去又才知道 这个阿中白罗要作画 要研击了 要研击了 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要研击的时间 通常他们高深 都可以算得出 自己研击的时间 所以他就用照片记录 我这边给各位看 连续的四张 第一张 这个是阿中白罗 他当时坐在那边 前面这一把 是一个孔雀羽毛扇 当时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 没有什么了不起 很正常 很正常的坐着 你看第二张 一点时间以后 他身体慢慢慢慢变成 有点拓贫了 有没有 等一下 为什么这张照片拍出来的影像 会变成这样的状况 他是在红化现象的一个过程 这第二张 第三张你再看 身体头已经不见了 身体已经不见了 甚至架杀跟那个 那个孔雀扇还在 那个孔雀扇还在这边 对 对不对 第四张出来 变成刚才讲的 红光白光 一些光影 整个消失 这个是最得到高深 最神秘的一种现象 叫红化现象 这是2006在香港拍到 他当时在香港红火 这个都是香港红火的一个记录 当时香港报纸 有记录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 他当时变成那个红化现象 变成白光跟红光出现以后 九龙的那个天空 你说天空中出现了 像这样彩虹般的光线 而且不是一道彩虹 这边你看得 挺清楚的一道彩虹 上面还有一道 叫双彩虹现象 在九龙 当天他在演技的时候产生了 这是当时九龙报纸灯 2006离现在很近的一件事情 这红化现象很奇怪 其实还有一个是在1952发生 这是一个文献比较可考的一个记录 是1952当时中国的一个 驻西藏的第一书记叫张国华 张国华1952他已经读信宗教的秘宗 他跟西藏的一个叫 叫索兰朗杰的一个人婆界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有一天那个索兰朗杰就跟他讲 说你赶快赶过来 见我明天就过来 那我可以 我又远行 他远行 然后那个张国华这个书记官就想 远行老朋友嘛 那我去送他 要出门了 结果他到现场以后不对劲 他觉得气温也严肃 包括这个人婆界 他就坐在一个大堂的中央 大堂中央 他进去以后他所有的地址 人婆界的所有地址 也撇坐在旁边 都在打坐 一句话都不讲 他讲奇怪 那远行如果来送行 应该大家打个招呼 整个环境的那种气氛 感觉很奇怪 他才知道他讲的远行的意思 可能不是要真的要离开这边 出去走一走回来 是要远急的意思 后来他就在这边看 这个张国华就在第一书记官 在这边看 看了又突然发现这个人婆界 他就腾空而起 本来是打坐腾空而起 起来胖 又掉下来 这样往回起来三次 第三次最可怕是 他腾空而起的时候 在空中 噼里啪啦一声巨响 他形容说像巨雷一样 打雷一样的巨响 人就在空中 变成一道彩虹不见了 所以这种西藏的高深 红化现象 到现在科学也是 没办法去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产生 但是这居然会发生这样子实在是太奇怪了 对所以刚才那四张香港那四张照片 我这边特别存下来 很少有这种现象 很少有这种图片可以看得到 看看得到的高深 他们在原级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些光影 会出现一些现象 让你会觉得哲哲称奇 但在中国大陆的张家界 大家还记得吧 是阿凡达拍戏的一个类似的场景 可是阿凡达拍戏的这场景呢 是有许多的战场战争发生 可是呢 真正的张家界 现在也是兵马丝吼当中哦 为什么战场会发生在张家界呢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 中国大陆湖南的张家界 一听到张家界 你一定想到美美的风景 一听到张家界 你一定想到阿凡达的拍摄场景 就是取决于张家界 但是张家界风景这么的美 可是你到了有一个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听到那 古战场的厮杀声音出现 怎么会有这样的厮杀声音呢 难不成以前的古战场 真的发生在张家界这个点吗 而使得这些幽魂 永远不能离开那个区域 而造成了大家没事到那儿去 游玩的时候 都会听到战场的厮杀声啊 到底有没有古战场的厮杀声 我们来先看一个电影 神鬼传奇第三集 你就可以晓得说 神鬼传奇第三集里面 你要记不记得 已经沉睡很久的龙皇帝 被主角艾瑞克 欧康纳 不小心给吵起来了 对 结果 龙皇帝太一定要再重新 统领天下 把他的十万兵马俑大军 也叫起来了 结果十万兵马俑大军 就对上了骷髅头士兵 你看两边对战 多么精彩 对 对